成為神聖不可分的領土 依照萬國法跟國際爭法 要給人民兩年的思考期 所以當時日本他在來台灣的時候 他就有給人民 你要做我日本天皇的人民 還是你要回去中國 讓你們自由選擇 兩年的思考期 一切合法意願自願 然後呢在怎麼樣 賦予台灣人參政權 這個是當時參政權的報紙 對台灣下達增兵令 然後在1945年4月1號的這一天 頒布民治憲法實施憲法於全台灣 在這一刻我們完全合法成為 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讓清楚喔 接下來就要進第二次世界大戰 下一個議題 我們休息十分鐘再回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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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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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年就死了 不过是说吗 对啊 那嘛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七十年 我搞 我搞笑脸的七十年就不 我 我跟我整贵女主的 祝你大两个 这个七十年 在中国菜里 你以前来的 以前来的 来修备了 破英雅的 对啊 这阶段 今天都十五年 想我都 在这一段时间 都没有人 在这一段时间 在这一段时间 现在我们比较多人 日本最后的新名字 新名字就是大正 大正来招 招给人家 什么 陈平 对 对 哈哈 哈哈 其实大家 我 我 我才了解说 哦 日本其实对我们 台湾很有共鸣 对 虽然以前以前 已经做不到台湾 对啊 以前年 到这种类杀 我们这样的人 没有 我刚才有说 那个都是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忽灭 所以 你等一下会态 中华民国杀 台湾人才杀过 他自己杀的 他都不讲 他都教育你 说日本杀你 对啊 以前的历史就是 以前就是都说 日本 台湾家 他在台湾 台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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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招牌打 再招牌 我以为我们不认识 我以为我们不认识 我们不认识 你们都是台北州的吗 台北 可以带到台北的 台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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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对啊 不让你睡觉更重要 我刚刚下课的时候 刚好有童心提醒我 我忘记刚刚有一个部分 我没有讲到 刚刚讲初期的时候 日本刚来到台湾的时候 当时后腾心提 他发现一个问题 你台湾除了这么脏乱之外 他发现只有西半部 有被统治过的痕迹 可是台湾哥让给他了 那东半部怎么办 他就问 提问 那请问我东半部怎么办 美国告诉他 你要像我们征服印第安美 一样用武力征服 你才有办法实施制度于全台湾 因此日本就用武力征服 东半部的高尚民主 也就是各位 没有记忆中的一些抗日行动 战争 但是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因为他必须全部的 有效的控管之后 才能实施所有的建策 还有所有的制度 因此日本确确实实的 在五十年 也就是在台湾治理的期间 他的领土有效管辖 是基于台湾的全岛 让清楚喔 所以日本是拥有台湾的主权的 日本天皇 这是差别 好 那等一下我后面会讲 等一下后面会讲中南民国 1941年美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我们来看喔 1945年4月1号 对不对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有没有发现这个时间点 有点重复了 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打仗之后 日本天皇还没有下打造书 让清楚喔 表示时间上是重叠 这个就是台湾人 历史记忆最薄弱的地方 如果今天一个国家在打仗 在整 请问 你们还会去管 下造书不造书 现在台湾是属于谁的吗 主权是属于谁的吗 会吗 不会 你不会在那一刻 还去关心 你是不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你一直担心你 会不会被榴弹炸弹 炸弹打到 对不对 战争嘛 所以喔 这就是台湾历史一薄弱 而且有点重复的地方 再加上 1941年4月1号 颁布明治宪法 欸 1945年4月1号颁布明治宪法 1945年9月2号 日本无条件投降 请问这样经过几个月 五个月左右而已 对不对 时间短不短 很短 好 如果我们1945年4月1号颁布明治宪法 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但是1945年9月2号 日本无条件投降 再败了 那这样台湾还是属于日本天皇的领土主权 是吗 是喔 是喔 没有问题 一定是 为什么 跟你说同样啊 你今天娶个妻子 你嫁个妻子 你们公证 按你身份证去公证出来 你的配偶来是不是就有对方的名字 对不对 好 你回家睡觉 隔天睡觉起来 你说 我没有结婚了 他不是我妻子 他不是我妻子 可以吗 不可以 可以也要结婚协议书 对不对 因此 当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候 他有没有签割让条款 没有喔 他没有割让台湾跟澎湖喔 当时同盟国盟军麦克阿瑟将军最高统帅颁颇 一般命第一号 他决定将日本五马分尸 这么恨他 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 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 因此美国是日本的主要战胜国 主要战胜国有权利来分配日本的领土 他害怕日本的帝国主义再次的崛起 因此他决定将日本五马分尸 北方四岛由俄罗斯占管 韩国独岛 日本本岛美国亲自占领 琉球交给联合国托管 台湾跟澎湖交给蒋介石集团代理占领 我们要问 美国你为什么要将台湾跟澎湖交给蒋介石集团呢 美国说 华人或许不善待华人吗 他以为啊 想说你们语言比较相近啊 美国没有想到后面发生了这些事情 1945年10月25 交战国占领日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 各位你们知道吗 蒋介石怎么来的 蒋介石 他人 rounding off 他是中国的难民兵 逃难来到台湾的 穿草鞋 扑米袄 他们的水准是低下 各位你可想象吗 台湾当时哦 各位你们知道 台湾当时的公民素养有多高 一个国家喔 如果他在战争在战亂 这个国家没有政府没有警察 他会怎样 暴动 对不对 没有警察 我还不趁这个时候抢劫银行 抢劫一下 对不对 可不可以你们能够想象 台湾在蒋介石集团 来到台湾的前两个月 台湾没有政府 没有警察 但是台湾没有暴动 没有暴动 他们成立自卫队自我管理 这个代表什么 日治时期五十年的 武士精神发挥作用 有没有 刚刚看到一群小学生在跪着在读书 因为那样子的精神 台湾没有发生暴动 各位你们知道像现在 全世界如果大地震 秩序最好的是哪一个国家 日本 就是日本 他们不会慌 不会乱 不会急 无论如何都是排队领 领补给品 所以当时的功名素养非常的高 蒋介石集团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超爱的 破面熬 阿兵哥 来到台湾去招货店买了一个水龙头 然后回家 他在这个地方想要装一个水龙头 他就把墙壁挖一个洞 然后把水龙头装进去 他就转 他就转 他不知道水龙头里面要跑水管 这样你们可以想象那个文化漏差吗 知道 蒋介石集团一来到台湾 天啊 台湾人民没有劳 没有主 无主嘛 日本战败了 人人吃的好 穿的暖 台湾人又有钱 地广人稀 马上 怎么样口水流一地啊 想要将台湾占为己有 1946年1月25 以一道行政命令 一夜之间 将台湾人民集体强迫规划为 中华民国国籍 就是各位你们手上现在拿的那一张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一夜之间 他没有经过你的意愿 没有任何的理由 直接叫你变成他的人 有没有人知道他犯法 有没有人知道 有人知道哦 1947年2月28日 台湾人民黑暗历史的开端 228屠杀事件 各位你们知道什么叫屠杀吗 我一开始有讲的是政治能感 以前228对我来讲 它就是历史课本 上面有一个故事嘛 一个事件 老师也不会讲太多 那就228 可是你们知道什么叫屠杀 我们当时培养了 2万到3万以上的政治精英 那个政治精英有多难 它足以组成什么 一个政府 一个内阁 一个坚强的议会 这些人才 这些政治精英 全部被屠杀 刚刚有没有看到 陈陈波 画展入选的那一位 他就是228被屠杀的 他的双手合掌 铁丝从手掌中间穿过去 然后让他跪在地上 在车站的广场的前面 被绑 然后被救地枪取 救不了他爸爸 然后他们要去借当价 把他爸爸的尸体扛回家 没有人敢借他 结果他爸爸的尸体就在车站的前面 铺丝几天几夜 一直到他儿子住不住 去拆那门帮 拆门板 才用门板把他爸爸的尸体扛回家 当时有多少人二十街头 然后蒋介石 除了228屠杀 将你所有的政治精英 全部都屠杀 你知道的全部都屠杀 杀光光之后 然后呢 这个世界上 历史上最长的 长达38年又56天的 白色戒严恐怖 各位知道吧 白色恐怖 戒严时期 38年 56天 长长 中华民国占领台湾 也不过几年 70年 38年又56天 一半以上的时间 都将台湾人洗脑 如果你们还敢再讲哦 你咱咱咱咱 我就暗示就让你没去 没回来 各位你们有听过 阴南人有虚无嘴 这个话政治黑暗 从此就升职台湾人民的心 所以他现在历史课本都说什么 日本人屠杀台湾人 屠杀 你中华民国才屠杀台湾人 他不会讲啊 他不会告诉你啊 红树树事件啊 那些农民 讲真的 对台湾真的有贡献吗 没有贡献 没有贡献 然后呢 他领的是什么 最好的福利 结果 你看媒体的操作 各位知道那个影片有前面一段 新闻把他剪掉 他前面是什么 那个老阿伯下了公车之后 就骂 228当天骂 你们这些台湾人 全部都死死掉好了 他先挑衅 他骂 228 他就骂 你们这些台湾人都死一死好了 洪树树才前去问他说 那请问你是什么人 媒体的恶意炒作 把前面剪掉 他就拨后面 所以 各位你们知道 当你们看到的新闻 你们认为是真的 但是媒体要怎么操作 他在玩弄我们台湾人民 1949年6月15号 四万万万一万 我弟弟 是读台大的高材生 我跟他讲这个四万万万一万的时候 他就搞动 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没有错啊 一个国家如果面临通货工账 政府必须制定平易物价的政策 否则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崩盘了 我弟讲的有没有错 没有错啊 可是他不知道什么 这个时间 中华民国国民党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 这个时间在中国国共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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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在抢中国 结果呢 刚好 美国派蒋介石集团代理占领台湾 对不对 来到台湾 太好了 将本土台湾人的物资收刮一空 运去中国资助他的国共内战 打账要不要钱 当然要钱啊 公然抢夺本土台湾人民的财产 运去资助他的国共内战 然后台湾恶性的物价通宏 他在用他的钱四万块换一块 把大地主变小地主 三七五减租 各位你们没有看过一个影片 有一个阿伯 站着这个卡头车 他的后面 装着什么 叠起来跟人一样高的钱啊 钞票哦 叠起来哦 跟人一样高的钱哦 他骑去干嘛 四万万万一半 结果各位你们知道 他换完之后拿出来 就只有一袋的零钱 心酸吗 你心酸吗 这就是台湾人的过去 为什么台湾人很糗 为什么这些中国人 他们来霸占我们的地方之后 还可以抢夺我们的财产 恶恶罢事件 恶性的物价通宏 台湾政治 曾移及行政立法司法 坚染军事纳权 严重的官僚作风与贪汙问题 与日治时期的纪律研明高行政效率 形成强烈的对比 这就是228事件 各位知道台北市长科匹吗 他爷爷也是228事件的受难者 所以那天他哭得很惨 新闻也有报 所以为什么他不跟马英九握手 就是这样啊 228事件 中华民国周于1949年10月1号 于国共内战战败 在这一刻他就成为了流亡阵 什么叫做流亡阵 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哪里 南京 当他离开他的首都南京 离开他的领土 在这一刻他就成为流亡阵 除非他再回去他的领土 回去他的首都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反攻大陆 有没有 反攻大陆 反攻谁的大陆 反攻回去他的家乡 他只有回去他的首都南京 回去他的领土 他才能恢复他政府的主权 否则他一辈子都是流亡政府 各位有听过中华台北 有吧 知道中华台北的权名叫什么吗 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 这是他的权名哦 所以各位你知道奥运 包括不管任何的国际准核 他不能讲中华民国 因为他也就是流亡政府 他不能讲台湾 因为他不是他 他只能讲中华台北 因为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 尚可猫 事实 这层是事实 但是我们要问 哇 你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台湾人已经被蒋介石集团虐待成这样 你有义务要协助被占领地区的人民吧 美国告诉他 拍谁哦 1950年6月25日 寒战爆发 寒战爆发代表什么含义 因为 美国呢 是什么 民族主义 中国是 中共是 共产主义 民族主义跟共产主义是不两命 对不对 美国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他知道 台湾跟澎湖 绝对不能交给中共 不能让他势力再扩张 但是 韩将爆发 中共去介入了韩战 美国绝对也要去介入韩战 但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美国已经 他也有死伤 伤亡 他自顾不暇 他没有办法 日本这么多的领土 他都在去控管 所以 台湾跟澎湖 他需要有一个人 来帮他 跟他的立场是一样的 帮他看着台湾跟澎湖 当时剩下谁 中华民国 因为跟他一样都反共 再加上 美国说好 我也打算将他赶走 可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收留他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收留 这个流氧政府 台湾又无阻 因此 美国因为反共 牺牲了谁 牺牲了台湾 所以我们告美国 刚刚好而已 大家清楚哦 但是美国知道 台湾跟澎湖 绝对不能够交给中国 因此1952年的4月28 旧经商和平条约签订的时候 合约的第二条声明 这就是我朋友问我 日本不是已经承认朝鲜独立 放弃洪湖的主权权利了吗 为什么你们台湾民政府还说是日如美上 什么叫做主权权利 什么叫做领土主权 我简单的举个例子 我是在占着这个教室的土地 这个地主哦 他在三十几年前 他就跟我说 他说哦 他不想爱这个土地 他不想管了 那他去三碗水都好 他说这个就给你啦 随便啦我不管了 你要拿去干嘛随便你 三十几年他都没有出现过 这个时间我就把他来盖了教室啊 上课收钱 钱也都是我的哦 三十几年后 这个土地就变成我的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刚变 不对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没有签土地所有权状 对 一干他口头上而已嘛 就算经过一百年土地也不会是我的啊 因为没有合约 当时日本放弃的是什么 台湾跟澎湖的主权权利 也就是管辖权 让你清楚吗 但是他还有残留的主权义务 日本天皇的领土主权并会放弃 因为没有任何的割浪条款 没有指定国收受国 没有各位刚刚之前看到的那一个下官条约的所有权状 因此日本天皇放弃的指示 拐霞权 这样各位清楚了吗 台湾的领土主权还在谁的手上 日本天皇 但是有人会问 不是有三个公报吗 开俄新年或资产公告 跟日本相书不是再再的都讲说台湾跟澎湖要还给中国吗 有人会拿这个来改图啊 你要告诉他什么叫做单方面的宣言跟直 来看看这个三个小朋友 妹妹有没有在哭 哦 这个球是我的 这个绿色衣服的弟弟也在哭 他说这个球是妹妹的要帮给妹妹 这个红色衣服的弟弟很酷 对不对 他的手抓着发票在我的口袋里 好 请问球是谁的 红色衣服的弟弟的 对不对 打仗的时候 中国说台湾跟澎湖是他的 美国说台湾跟澎湖应该要还给中国 可是请问日本天皇有同意吗 没有啊 有签条款各样条款吗 没有啊 单方面的宣言认知 刚尊都算 不然以后都用抢的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单方面的宣言认知 没尊算 一切以条约合约双的签署 加以澎湖 那样清楚哦 所以哦 这个是跳蚤的故事 我之前一直都认为台湾人很像的跳蚤 为什么 台湾人为什么像跳蚤 这个世界上跳的最高的动物是谁 就是跳蚤 他可以跳比自己身高高一百倍哦 很厉害哦 我们做一个实验 你拿一个盖子 把跳蚤盖起来 放在桌上 你拍桌子 他那个跳蚤就会跳对不对 跳蚤是不是跳不高 跳蚤会怎样 撞到之后 再看看 满包 昏倒 不会 我告诉你们跳蚤多聪明 他撞个几次之后 他就跳一点 他就跳低一点哦 好 你把盖子拿掉 你再拿低一点的盖子盖子 你再拍他是不是又撞到 你再几次之后他又跳低一点 你就越换越低 接近桌面的盖子的时候 你再拍 他跳不起来了嘛 那他会怎样 他不跳 他就用爬的 跳蚤就用爬的 厉害哦 很厉害哦 你把盖子拿掉 没有盖子 你再拍 跳蚤 跳还是不跳 他再也不跳了 那还叫跳蚤吗 他从此就变什么 爬蚤 不跳了 这个叫自我设限 我为什么说 台湾人很像跳蚤 就是这样 因为你 台湾人会自我设限 现在告诉你们 很多人会问 你台湾政府 说福利 说得多好 都多好 怎么值呢 各位 你们都不知道 台湾的国际地位 如果正常化之后 台湾人会多有钱 知道满海的石油 为什么不能采 美国不能采 日本不能采 这样清楚了 你可以想象 国际 因为正常化 有一天 我们也戴着那个阿拉伯的帽子 在那里飘啊飘啊 也不错啊 变成有国 多幸福 我们不需要每年 再向美国去购买那几兆 几亿的军购 因为美国有义务要协助 被降与地区的国防 那些钱拿来建设台湾好不好 好啊 给人民福利好不好 好啊 怎么会没有钱 钱多的是 台湾国际地位没有正常化 知道台湾人要受尽多少的苦难 国际上也没有尊严可言 这个就是我们的字 这才是一个重点 所以2006年10月24 我们的秘书长林聚生 秘书长林228名 二号大世界受难家属提高美国政府 2008年3月18日 美国华府联邦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湾人无国籍 People of Taiwan 本土台湾人无国籍 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 如果今天我嫁给一个菲律宾人 请问我生的小孩是谁 小菲律宾人 对不对 如果今天你娶了一个菲律宾人 你生的小孩是谁 是谁 也是菲律宾人 为什么 因为本土台湾人无国籍 可怕啊 很可怕欸 2009年4月7号 美国联邦高院判定 台湾人无国籍成人的政府 台湾人至今生活在政治炼狱 国际承认的政府 各位应该都知道吧 我们有讲师有没有放那个 去联合国的影片给各位看 有没有 你拿中华民国的护照 护照跟身份证现在已经在发酵了 他在国际上已经开始一家一家的不被认同 等到法院宣判 中华民国的国籍跟护照 身份证都失效 不能用的时候 请问台湾人要拿什么来证明他的身份 只有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 所以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 政治炼狱是什么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背后 右上方 你去抠一抠 他有个透明的条码 看不太清楚 但是突突的 为什么要做透明的条码 因为他要辨别 你是他的人 还是你是本土台湾人 要干嘛 各位你们知道马英九跟秘书长是同学吗 知道吗 不知道喔 不知道喔 所以你们知道马英九读书有多差吗 不知道喔 那应该有听过陆龙的故事吧 陆龙是 马英九说陆龙是耳朵里的毛 欸 台湾人都有尝试吧 陆龙是什么 对不对 马英九才可以说出这个话 还可以考上哈佛 还可以拿奖学金 拿的是谁的钱 本土台湾人的钱耶 纳税钱耶 各位你们知道 当他辨别你是他的人 你考试如果59分 他给你加到100分 如果你今天是本土台湾人 你考试100分他给你扣到不及格 要干嘛 控制政治 有进化性的将本土台湾人排除在公家机关之外 他们很聪明 他知道掌握台湾的政治 就掌握了命脉 掌握了前脉 各位你们知道 一开始我就有讲 台湾人在日治时期之后 那50年的教育 台湾人的水准公民素养高不高 非常高 我们有可能输差我们100年的那些中国难民吗 我们考试有可能输他们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可是为什么70年之后 各位你们看 很多人都说 那些外省人 中国人 多么的有素养教养 一级都是谁 中国人 有没有 为什么 公然抢夺本土台湾人的财产 然后怎么样 把台湾人排除在公家机关之外 生活炼狱 政治炼狱 有没有觉得很可怕 70年他翻嘴了台湾 再继续下去 我看台湾人不用哭了 真的不用哭了 2009年7月8号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首次向征服着美国提照 依照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究竟相合平调又及美国宪法提出告诉 告你赢了没 告你赢了 2009年8月6号 国务院宣布放弃抗电权 可是为什么要搁置本案拜神 为什么没有将政权还给我们 美国说 OK 你告你了 请问我将中华民国赶走之后 你有人可以接掌权吗 你有没有政府 你有没有政府 没有嘛 我协助本土台湾人成立属于他们的平民政府 也就是台湾民政府 但是你们要有公务员啊 美国说我很公平 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的时候 台湾是六五万的人民 他带了一千名的公务人员 一比六 台湾现在二千四百万 一比六 四比二十四等比 这就是台湾民政府要训练四千名的公务人员的由来 美国说我没有给你拼啊 我没有给你拼啊 你达到就接证了 达到呢 其实我们基本上达到了 我们现在也上了居七 国际的这个任何 基本上秘书长有讲 提升自我素养 培养专业人才 为什么还需要人 赶快来上课 因为我们的人才太少了 人才太少了 你要接掌证权四千里的公务人员 投到这个两千四百万的人民 投入十层大海 激不起什么连衣啊 所以哦 这才是重点 然后呢 完成台湾公民权利法案 这一张是认证 还没有去申办的 一定要拿去申办 USM所合发 美国军事政府所合发 你拿起来看看 他还有十二棒的防伪晶片 他全球一百九十四个国家都通用 我常讲一句话 全世界都承认台湾民政府 只有中华民国不承认 所以这就是台湾人没有国际观 他当然不承认 打死也不承认 他死不要离开 那拜托他离开他们去哪里啊 他是流亡政 除非他回去中国 亚自台湾 但是你得放营国际 全世界都承认了 中华民国不承认很正常啊 很正常啊 媒体很聪明 各位你们知道 洪树树世界真的很夸张 中天跟洞生 他们跟秘书长讲 我敢问啊 我弄这个新闻喔 只是想要警告你 谁叫你们把新闻喔 都给时报周刊 各位你知道那个时报周刊 那是不是报导了好几期正面的新闻 对不对 几乎都是我们的头条 我们上G7也是给他啊 新闻都是给他啊 他说喔 你要媒体要均分啊 你怎么可以让他独占凹头 秘书长很简单 他就只跟他讲 因为他报导的是正面的 给你们的欧白报啊 如果你们报导的是正面 以后我也给你们啊 媒体很聪明 以前为什么不报台湾民政 上面拔押啊 这里喔 千蓝箭走 走出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这是台中州 这里有一个七年级的杨小姐 就是我 我接受访问的时候 我就问 那个记者他跟我讲 她说喔 其实我们来采访你的时候 我们上面都已经讲好了 这个新闻要怎么报 要怎么编辑 说公 我们只是来补补镜头 补补画面而已啊 反正回去我们要怎么报 怎么简单 我欢迎 这个就是媒体 很黑暗 黑白报啊 可是台湾人就是傻啊 我看到新闻 新闻就是真的 是不是 所以喔 为什么他现在 会有正面的新闻报道 媒体很聪明 墙头草 两边倒 他知道陶营民政府 不一样 所以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以假认真欺骗台湾人七十年 有没有封锁通知台湾媒体 没有封锁通知台湾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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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阿 都在阿 都在阿 东森的背景还是解放军 好 算公 这个新闻 红数族事新闻 就是从 那个 东森买的阿 给你乱检乱报 把几个月前的事情 就文 拿来当新闻炒作 这个不是有心人士是怎样 他下报了 他们没有想到台湾民政府 竟然可以上G7 这是何等大的事情 G7不报 台湾人政府 台湾民政府 但是上面还有写 台湾人政府唯一的就是 台湾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 所以代表什么 没他们的份 那怎样 下报了 竟然台湾民政府做到 无法相信呢 但是封锁是台湾媒体 这不用讲的 这一定是的 有没有捏造 台湾历史真相 当然有 现在还跟你客康微调 一整年都让你读中国的历史 他奉不得就是要你嘴巴讲 中国就是我的祖先 我们要反东大陆 最后 流亡政府的中华民国造势选举 你拿着他的中华民国国民政政去投他的议员 市长总统代表你要做中华国的人喔 很可怕喔 所以台湾民政府一开始就说 不要去选举 不要去投票 中华民国流亡体制内的政党有谁 国民党啊 还有谁 民进党 清明党 新党 台联党 民国党 时代力量 你放眼望去 所有的全部都是中华民国的党 民进党 全民是什么 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 小英上任阿扁上任都要按着中华民国的宣誓 效忠中华民国 阿扁上任之后就四不一没有 让所有的民进党的人都怎样 逗逗嘛 为什么 他上任之后才知道台湾真正的国际地位不能排毒 小英呢 他也要按着中华民国的宣法宣誓啊 结果他说 我是第十四届总统 美国给他打脸 不好意思喔 你是第四届 你不是第十四届 因为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 你是台湾治理当局 这个国际新闻都有报 只是台湾人不知道他的含义是什么 这就是国际观 蔡英文有出书吗 流亡政府 发表 新书发表 蔡英文流亡政府说 律伪普遍构式 你说他们不知道吗 知道 他自己都知道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结果他自己去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总统 他断了自己的路 对啊 他也知道他是流亡政府 他还是做流亡政府的总统 总有一天他就是得跟着流亡政府离开台湾 台湾不是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美国 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 中华民国到现在还在骗大话新闻 这没有节目都有在讲 那只是呢 台湾人民不会看而已 台湾真的快被卖掉 怎么卖 大健保案 小制什么 我姐姐的公司 我姐姐公司在卖这个投影机布幕 然后呢 他说 妹 我的公司快倒了 被中华民国弄倒了 我说 为什么 我给你看 你看 他们这个投影部幕他们一般都配合什么 公家机关 学校啊 政府单位 那公家机关每年都有补助一些器材的维修费 从原本一万多凯 七千多再凯 六千多再凯 四千多 好 请问 这个学校投影机坏掉了 只剩下四千多 他说 台湾的厂商有办法卖他吗 了钱就了戏啊 那他可以跟谁买 跟中国买 对不对 他才买得起嘛 好 不管是一万多也好 四千多也好 七千多也好 都是谁的钱 台湾人民的纳税钱 结果有没有拯救到台湾的中华民国